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欢迎收看海洋频道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市台湾 都更189年后才能完成 百年大镇已到即将来到了 来不及了吗 房价会会断头吗 我们来看一下 厚大工程台北围楼数量非常惊人 2030年前大战周期已到 台北市的居民到底怎么面对这些呢 围楼呢 好 好几十万户呢 不是一点点人 好我们接着下来来看 如果是六十几万户大概围擠到的 人身安全大概会有两百万人 最少两百万人 一家三口人就好 真的单身的比较少 台北市都是比较那种 就是比较老旧的社区比较多 那种都是家族性的 那家人呢 尤其是在台北市因为呢 工作工作 大家都喜欢到台北市来工作 所以外流的机会很少 除了是出国以外 那出国没有那么多的人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接着下来会是发生什么事情 台湾一百年 十年内呢 必定发生七到八级的海销 海沟型大地震 七到八级 回顾1920年的大地震规模就是8.0 在上一次是1815年相隔105年呢 1920加上105就是2025年 来看到了没有 到了2025年呢 差不多是平均值的时间点 这个平均值的时间点最后就是在2025年 给大家一个定调 那现在2023年的下半年 现在是八七月了耶 所以呢只剩下两年这么短的时间呢 我们到底怎么因应这些困境呢 尤其是政府单位 他们也有很多没有办法施展的 这个无奈 好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黑子在2025年的7月将达到最大值 太阳黑子的最高最低峰 容易发生地壳大变动 最高峰的时间为2025年的7月 好我先讲一下 现在是2023年是鬼 那2024年是甲成年 2025年呢是乙世年 乙世年刚好在四生地的地方 好那甲乙起丙隐 来甲起丙隐 那如果以这样来推算的话呢 农历7月是农历6月 好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果是 到了2025年的7月份的话呢 我们先讲解一下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2024年是甲成年 那么2025年呢是乙世年 乙世年的正月是乌饮月 那如果7月的话呢 刚好是魁渭月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我最怕魁 魁年的魁月 那他是乙年哦 乙年就是太阴化季 太阴化季就组土地嘛 房屋嘛 房子嘛 太阴就是组家庭嘛 所以呢太阴星呢 他这颗星呢化季的时候呢 一定是跟家有关系 有很大的变化变革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 在农历的6月就国历的7月呢 就是呢好我跟大家讲一下 6月是在6月25号 那我们所讲的7月是国历的哦 那就是魁渭月 魁渭刚好走在魏的位置就是 羊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就是四目之地哦 就是跟房地产有关的哦 那财库位嘛 好那农历6月呢是财库的位置 那也代表说我们财库会损伤 尤其是鬼哦 那鬼的话呢 我一直在强调 每到鬼年的时候呢 或鬼月的时候呢 很容易有大的地震 那这一年呢 这个7月份呢 刚好是太阳黑是最严重的一年 也是最严重的一个月哦 所以呢2025年的7月呢 现在离现在刚好整整两年而已哦 所以大家要不要很紧张 当然要弱 来我们继续看 台湾新界超过20年的建筑呢 通常没有5级以上的耐震设计 这是李鸿源哦 他提出的报告 年年的强震下缺乏耐震设计的 危险老旧建筑呢 将首当其冲 前内政部长呢 李鸿源曾经警告 北市座发生6.3级以上的地震 6.3 不要忘记了 去年9月 我们发生6.5跟6.8级在花莲 已经是残垣断壁 哦 那个房子几乎就是整栋全倒 再来的话呢 整个呢 连火车站车站全部呢 都是呢 隆起的 吓死了 另外呢 通往连外的道路呢 根本就是柔长寸断 看到那样景象呢 还有吐司的崩塌 你不害怕嘛 那才6.8级 想看 如果像土耳其发生7.8级 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大家好好深思吧 你的命比较重要呢 还是你那些房子比较重要呢 如果房子不能让你安居 也不能让你热业的时候 为什么要坚持不盖呢 不拆呢 就算擦摊 拆在两年以后 刚好万一不幸 真的不幸 碰上这样的强症 你至少还有生命财产的安全 对不对 你的命比那个更迟前 还有你的下一代呢 很多人就是年纪大了 就是很固执 然后呢 死都不肯拆房子来重建 好所以呢 年年的强症下缺乏耐震设计 所以呢至少倒塌 他说台北市如果发生6.3级以上地震 至少倒塌1000栋以上的房屋 台北市目前30年以上 建筑物高达60万户 一个家里两个人60万户120人 如果三个人是180万人 你这你想想看 这个60万户的180 我们是平均值 180万人呢 有生命财产的安全问题 可能会遭受到很大更大的冲击 太阴化剂是怎么样 可能发生在半夜哦 你想想看逃都没得逃 所以台北市民真的我要再呼吁一次 如果你看到我的节目 请你们好好深思一下 不要当丁子库啊 不要说啊没关系啊 没关系就是有恐怖的灾难 来我们接下来 已经剩下两年的时间了 他上一次的大地震 8级以上大地震就是发生在 但这个周期是100年多一点点而已 我们还不怕吗 来接下来 好所以呢 据北市府的统计呢 辖内建筑物呢 屋龄30年以上大约有20万栋 65万户呢 以现在呢有规划进度 以现在有规划的进度 台北市要完成都更 更新还要再等上189年才会完成 蔡英文上任以后 她说要盖国民住宅 到现在呢才盖了几万户啊 来得及吗 她说20万户都不到二分之一 大概盖了三分之一而已 想想看 这个支票也很难兑现啊 为什么呢 总统下令都很难兑现 好现在都更最大阻力就是呢 容积奖励太低 换算呢 根本无法一瓶换一瓶 所谓的一瓶换一瓶是讲室内 不是讲室外 包括你的公共设施之类的 台北市现在的新案子呢 基本上公共设施都超过35个% 所以呢 你如果是100平的房子里面 大概只有65平左右 包括呢公共的区域 包括呢很多的什么围墙 什么不是不是阳台之类的 前阳台后阳台 一大堆加一加汉不当当 还有那公共的设施 这个公共设施还包括什么 你的那个楼梯间啊 电梯啊这些都算在你的房价里面 因为你在使用嘛 这也正常啊 我觉得是正常 对不对 因为你在使用 梯间的所有的东西 都 祝福在使用 所以一瓶换一瓶 我觉得是困难重重 那这些老的呢年纪大的呢 他认为说 啊你是建商吃我们够够啊 吃人够够啊 啊就吃人够够啊 那你们就是啊 要跟我们都更啊 就是你们要赚大钱啊 所以呢 其实讲句良心话 可以协调的 我觉得说 不能一瓶换一瓶 也是可以协调的 但是一瓶换一瓶 我觉得太困难了 所以你看看这个房子 下十呢 居民普遍认为 一瓶换一瓶是室内十瓶 而会全壮瓶数是很大的误解 因为瓶数分配 实际上并非按室内瓶数计算 而是有土地的贡献度 和房价来决定 不少民众担心呢 参与都更会面临黑箱作业 甚至有祝福刻意拖延签约 好 所以一直拖一直拖 拖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 拖了二十年的案子很多啊 不是现在啊 二三十年前 就台北市就一直在谈都更案 我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常常听到人家 那个地方都更 那个地方都更 以此向建商争取更好的条件 变成所谓的丁石湖 就不签了 恐怖吗 我跟妳最有名的是哪里 士林额建案 因为家族的问题 那个一边拆了一边不肯拆 结果那个房子呢 到后来发生了什么命案 好 还有另外一个案子是在台北市中校东路三段 我当时的办公室在中校东路收购正对面 收购一管的正对面 这样大家很清楚 四段 正对面 所以我对三段那个地区我很清楚 因为几乎都经常会在那个区域活动 那你想想看 他当时呢就是一个丁石湖 不肯搬签 他要求建商给2亿 变成他的死结 建商给了 你一个房子要2亿 你有那个屁股吗 你有那个命吗 你吃得下吗 不太狠了吧 一个房子要人家2亿 人家给你钱啊 结果呢隔天 死在他家路口 这非常有名的 所以呢你要当丁石湖 看看你有沒有那个命啊 真的 我觉得是大家互相协调 要不要让黑道来出来 然后呢格杀勿论 这很惨 接下来 柯文哲八年唯一遗憾 摄子岛问题 台北市半世纪不愿意面对的真相 他也是没办法解决啊 八年啊 他当市长当了八年 摄子岛有解决吗 没有 一个大巨蛋也搞得他灰头土脸 对不对 所以呢现在呢 问题来了 摄子岛里面呢住了一两万户人家 那这一两万户呢 有些是老旧房间废弃的啦 每次淹大水的时候 不要忘记摄子岛的淹到死啊 淹到天花板上面啊 就死都不肯拆啊 都因为呢有钱都出去了 没钱都留在这里 老弱的残兵 ok 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威胁 老弱的残兵冒着生命的威胁 为什么 你不愿意都更嘛 你不愿意签嘛 你就是这样子嘛 如果来个大地震大洪灾 就等死嘛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政府也是没有办法有铁碗政策 也是很惨 因为太过民主跟民粹化 另外的话呢 大家不要忘记了 大安申请公园 现在就在我办公室附近 我最清楚那个案子 我们以前常常到大安申请公园 它有个市场 里面有个市场 菜市场 我们经常去买东西 那经常去买东西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一条窄窄的巷子 巷道让你走路 两旁就是有一些摊贩啦 还有一些呢店家啦 那店家都是违贱的喔 跟各位报告一下 全部都违贱 那因为呢 时隔几十年下来 几十年下来呢 就是说不成文的规定说 好因为他们都是讨生活嘛 所以呢政府单位呢 就没有强制执行 后来呢 因为呢 要迁徙 不愿迁 很多老兵不愿迁 就是很多那种老兵都住在里面 对都住在里面不愿迁 那不愿迁的时候呢 就发生很多的冲突 这个冲突呢 引起呢很多的那种 就是互相叫嚣 甚至告上法院 这诸如此类的问题 就是一直延伸下来 那后来 我相信呢里面一定有人不甘心 所以呢 发生冲突以后 那可能有几个丁止户 就是不不肯牵制嘛 你知道吗 也有可能里面的人呢 干脆呢说 啊 那个电线走火了 你觉得呢 我不认为是电线走火 但查不出来 是不是有人故意 故意呢 这个案子呢 里面烧了很多人死亡 那时候在陈水扁 当台北市市长阵内 他的对面呢就是区公所 就是我们去 常常要缴税的地方 那个都在六楼七楼那个地方 对不对 那你要办护证的话 就是在他证对面 那条大马路就是新生南路 所以呢 我在这个区域心里住很久 因为我都住在大安区 几十年来都住大安区 我想想看啊 这样几十年下来 不管是忠孝东路也好 复兴南路也好 甚至到和平东路这一段也好 我都觉得说 很多丁止户就是死都不肯搬 我告诉各位 你不肯搬 你把生命产产安全都压住在这上面 你真的不值得 真的不值得 为什么 如果万一发生六级以上大地震 你知道你的房子可能就是围楼 我们现在 我的办公室对面那一栋 现在要杜庚了 但是呢 从去年挂了那个条子以后 到现在还是有人在营业 一楼最主要是一楼 因为那个房东 就是既得利益者 为什么 第一个呢 有卖餐饮的啦 有开卡拉OK的啦 也有呢 转角呢 刚好都是在做那个什么 汽车轮胎的啦 再过去还有 还有呢 卖咖啡的啦 对咖啡店 以前是有做那个房地产租 这个像是仲介业 他们进租 现在卖咖啡的有两三家 然后呢 卡拉OK的啦 这些 反正店面就一大堆 店面你也知道 十家八家 五六家不肯签 你说那个都更会很难嘛 当然很难嘛 那楼上二楼呢 还有那个焦化化的 那我觉得就说 不管怎么样的话呢 你的人身安全有多么重要 你不知道吗 还有我家隔壁那栋 也是微楼 一楼 现在又换老板 一年 两年就换一个老板 然后又大肆装房了 本来呢 他在空屋的时候 我很想说把他租下来 但是我后来想想 我会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 对不对 不要贪一时之快 虽然便宜 但是你怎么知道他不是 而且那柱子非常小一根 顶不住五级的强震 不要说六级 绝对顶不住五级的强震 那一楼呢 会变成怎么样 废墟啊 因为楼上如果整个塌下来 垂直 或者这样倾斜下来 一楼等于废墟 所以我一直在考虑一件事情 在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愿意搬迁呢 你的财产 财产比你的命更值钱吗 没有错 老的时候要用钱 那你如果说都更案可以洽谈的话呢 有很多的单位可以协助 我觉得是应该协助 像上社子岛的问题也很严重 好 那就是百年之痛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而且呢 社子岛开发案 因时代党的主席呢 王婉玉 于7月16号大流行公开直指呢 其内幕重重而再成话题 看到没有 淹水淹到死为止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竞选期间呢 提起以务实态度呢 解决社子岛问题 并与居民面对面沟通 但自救会呢 认为蒋市府呢 能延续科市府的定调生态社子岛方案 引发自救会不满 你自救会 你看这个房子都是矮房子 不是很高的楼 那你看那个旁边是淡水河 这条看到没有 这边是关义山 那整个淡水河你都可以看到 而且他有分流的地方 他应该是大汉溪跟淡水河 这边应该是大汉溪跟淡水河的交界处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你觉得这些人有生命采采安全的问题吗 当然肯定有吧 而且那个地方是泥泞地耶 地址很不稳耶 能够咬几下呢 对不对 如果土耳其7.8级大地震一来的话 你就会能够能够撑得了吗 这些房子 这命啊一大堆几万人在这边啊 好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点 真的 大家应该好好思考一下 社子岛电子线上投票在科任内完成 但是呢被外界批评投票率过低 以及呢传出黑箱作业 甚至有语略认为呢 社子岛居民太贪心 为了利益而不愿妥协 我觉得是可能 你看这个房子老旧到这种程度 看到了没有 两层头三层头都围漏一大堆 他们可能是经过921大地震 但是那是二十多年前 对不对 1999年嘛 现在2023年 经过23年而已 新的房子变这么旧了吧 921大地震你撑得了 311大地震那个时候呢 我们台湾的311大地震我刚好去新加坡 那天回来我的电视机都摔在地上 但我的观音做得好好的 我每天念经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就是说大家 要有一个观念 你不要想说20年前好好的像20年后 23年后还会好好的 不可能的 好 所以呢 像这种情况呢 现在事实上有能力的人早就搬了 留下来的 就是没有能力的老弱妇孺 还有破壁 破旧的残垣的房子 刘写错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柯文哲时期呢 提出摄子岛电子线上呢 这个投票方案争议 那当时仅有35%的投票率 最后仅3000位居民支持呢 这个开发 支持群众呢 包括建物与土地所有权人 未包括受到家庭等因素影响 导致没有产权 没有所有权 但实际上居住于摄子岛人们的一万一千 一万一千位 很多没有产权的 因为那个早期的时候 都是偷偷盖的房子 就是那个厂房也是偷盖的 厂房也偷盖 就是反正如入无人之境 对不对 边垂地带啊 政府好像不太管 那接下来呢 内政部呢召开摄子导案的第二次会议一张 面对机关简报的状况 时代立委的陈淑华呢 痛批呢 专案小组欠缺公平正义 那侵害民众知情权 就不让他们知道 因为老弱残兵嘛 所以这些呢就是一个诟病嘛 那并反问呢 各位委员为什么急着走程序 摄子导致就会发言人呢 李华平也表示 从简报内容可以得知呢 北市府并不了解摄子导的情况 自己会决定退席抗议 所以到后面呢 完全没有办法解决嘛 不管你是跟政府单位 或者是跟内政部啊 我觉得内政部应该出来主持 这个跟内政有关系 现在内政部长是谁啊 坐灵高薪吹冷气吧 有在关心百姓的事故嘛 这就内政问题 不是 我觉得就是哪里有诟病 哪里都不解决啦 然后呢 这些高官呢 每天都坐在坐在办公室 批批批批那个不痛不痒的闻啦 林佑昌 批批不痛不痒的闻啦 林佑昌啦 这是台湾的现况 百姓生死 气之不顾 来我们继续看 这就会痛批 这个都不用讲 反正就是搞来搞去 这个柯文哲市长呢 之前谈到涉事岛开发案呢 禁用一定要撵过去的说法 是非常不尊重环平制度的独裁与傲慢 那面对问题重重的漏洞百出呢 谎话连篇的开发案呢 为何却给一再补件给予机会呢 这个其实政府是可以下定决心去做他的 如果今天的开发案呢 是由政府来主导的话 我相信问题就不会这么多 至少你没有办法一瓶给一瓶嘛 那也可以一瓶给0.8瓶0.9瓶嘛 政府难道不知道百姓的痛苦吗 好 就算政府吃点亏照顾百姓 我相信像这样的案子应该要赶快解决吧 讲法案市长呢他现在严格 这个柯文哲留下来的烂摊子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也很多耶 不只这一桩耶一大堆耶 一大堆耶 所以 8年的市政呢也没有办法完全来解决这些 恐怖的问题吧 然后我刚才讲过啊 现在呢我一旦触及到开发案 就是跟黑道有关系 绝对跟黑道有关系 建商营造商我们继续看 请大家先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以免错过最新资讯 林海洋的官方频道谢谢大家 好也可以在下方里面自己的看法 我现在有一个同业啊 常常被人家认错 每天做广告经常做广告 就在我的YouTube上吸我的粉 什么手段都玩得出来 现在人就是这样 我们就规规矩矩做事啊 我们规规矩矩的做事 然后呢 你看所以你说这些开发案怎么可能呢 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 来 好我们现在讲 都跟他一百八九年后才能完成 来不及了吧 当然来不及啊 房价孔要大腰斩了吧 台北市你还敢买那个三四十年的房子吗 我告诉各位 我本来办公室跟住家是同一栋楼 我就现在搬了 因为房子已经老旧 老旧我就搬了 对不对 虽然 少卖了几百万嘛 但是我觉得保命比较重要 真的 保命比较重要 你如果 你如果是硬要这样子 让自己处于那种灾难边缘的话 或者可能灾难的这个 发生的几率很高的地方的话 你居住你安全吗 根本不安全的 所以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今天呢一定要再做节目 我会有一系列的报导给大家 然后呢我会做预言 我刚才讲过2025年的7月 不是我讲而已 是很多人讲 而且呢我觉得不止2025年的7月 我要告诉大家 因为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在接下来的话 如果7月没有发生的话 我告诉各位 农历的11月一定会发生 11月 就是国历的12月 7月到12月这段时间 就是2025年的7月到12月这段时间 都是恐怖的大震气 好那其实我看到呢 如果以我来看的话呢 其实2025年的1月份 就开始了 地震就会比较频繁 因为什么太阳黑子的关系 所以农历1月就国历2月 我讲得很清楚 我现在是拿着我的这个东西 来跟大家讲解的 那物影月呢 开始的话就会有这种情况 好 所以呢请大家务必深思 深思熟虑 让你过一个平安健康的日子 现在经济不是很好的时候呢 但是没有关系 我觉得你可以吃少一点用少一点 花少一点就好了 不是吗 以前再苦 你看台湾早期那么苦的日子 大家这边耕田耕作 要下田上山下海 不是也就这样挨过来了吗 有什么关系呢 人生哪有 这个都那么平顺的 会刮大风下大雨的不是吗 但肯定会有大地震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谢谢你们 现在天气又作变 那所以呢 像这样的防射呢 您敢住吗 这些人真的是 自身属于度外吗 我真的很佩服他们 好 谢谢你们哦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下小铃铛 拜拜 哦 谢谢你们